降息哪時來 美國聯準會這麼說 聯準會主席鮑爾專訪中透露 今年3月還不會降息 最快年底 也就是總統大選前 才會有動作 大膽宣告暗兵不動 就是因為美國經濟體制好 美股納斯達克指數 一年來從萬點跳到1萬5 飆漲47% 一片光明的還有就業市場 新增職缺是預期的翻倍 然而吊詭的是 科技業卻在大裁員 社群媒體snapchat 全球裁10% 大概是500多人 其實2024才剛開始 科技巨頭如Google 微軟 各自裁掉1000多人 電商龍頭亞馬遜砍500人 金融服務PayPal 全球才9% 經濟有不景氣嗎 零售業狀況剛好相反 有專家認為 科技業的人力精簡其實跟AI的普及化有關係 不過國際貨幣基金把今年美國GDP的成長預估 上調到2.1% 似乎對經濟軟著陸有信心 體會成長部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